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成学人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拽Spark系列之Spark Call 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字典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Spark运行模式介绍,Spark极权安装,Spark程序执行流程和Spark相关名词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好,那开始我们的本次学习 那么之前呢上一节呢我们已经将当前的Spark集训呢以给大家搭建完成 那这一节课呢我们主要来说一下Spark的一个执行流程 那首先呢在里我们先截着上一节课用的当前搭建的一个路径啊 咱们搭建的完成那个当前Spark环境 接下来呢在里我们进入到Spark的安装目录 然后进入到Spark啊 然后接下来呢在里我们来跑一个程序啊 咱们来跑一个程序 那么如果说你想在Spark当中跑一些Spark给的例子的话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进入到一个目录 这目录谁呢就是我们的Bin目录啊 同学们就是咱们Bin目录 所以接下来呢在里我们进入到Bin目录下 cdbin 然后进入完Bin目录下呢在里我们跑一个谁呢 跑一个蒙特卡罗的派的一个例子啊 咱们派一个例子 所以接下来呢在里我们输入一个命令 杠斜杠啊 点斜杠 当前录音下我们Spark-submit提交 提交面料啊 然后-class 然后提交一个org org.r apache下 org.a pache apache下的Spark下的 然后呢 然后一个 example exa mple es 点 pi spark pi啊 咱们跑这么一个程序啊 就是org.r apache下的Spark下包下的一个 这么下的Spark pi啊Spark p 然后呢这里我们来跑一下那个派程序啊 咱跑一下这个派程序 然后呢在杠杠master指定一下主节点 然后Spark 冒号双鞋盖 我们的node01 然后冒号7077 然后再指定一下我们当前这个价包所在路径 是OPD下 software下 Spark下 一个增破下 呃 诈下边的Spark 一个增破 呃 2.1 2.20 点诈 然后后面我们输入一个猜数 100 比如说算100个点之内的这个派值 然后输完这个命令之后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圈下回圈 此时程序就会开启对我们当前派值的一个计算啊 这咱们就会开启个派值一个计算啊 那么这里我们只要等待程序完成呢 就可以拿到当前那个派值是多少 ok 开始跑了啊 这个这里大家看到当前这个位置由于输出 然后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当前输出的一个结果呢 是派 意思当前一个值3.14086啊 那上面呢就是我们对当前一个系统中所给的案例的一个执行 就是当前这句话的朋友们啊 那这句话会干什么呢 我们丢用当前SPA框架帮我们计算当前100个点当中的派值是多少 那根据这个 运行结果呢 接下来呢在这里我们来简绕说一下 SPA框架在StandLong模式下的一个运行方式啊 那ok 接下来呢 这里我们来打开当前画图软件给大家简绕说明一下 打开来画图软件啊 那ok 那首先呢第一点啊 同学们咱们在这个StandLong模式下呢 这个Spark的集群启动呢 包括如下模式 这个是Stand的啊 StandLong模式 模式下啊模式下 模式下 那么集群启动的时候啊 集群启动的时候啊 包括Master和Worker 啊包含Master和Worker啊 那么这里其中呢 那负责呢 收集啊 负责 收集啊客户端 传递啊这么说吧 提交的作业啊 然后呢管理还有和管理Worker 那么这是咱们StandLong模式下的当前的一个集群模式 那接下来呢 这里我们就来说一下啊 因为我们搭建的这个Spark呃 完全分布式呢 就是一个StandLong模式下的 那接下来呢 这里我们来说对几个角色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这里呢 我们的有一个扣端 就Clend 我们呢也可以管它叫做Java 啊一个Java扣端 然后呢 在这扣端下呢 我们这里呢 可以有其他的啊 包括我们右边来一下 我们的Java呢 和谁联统呢 这里我们需要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Master 咱们的Master 然后呢 在Master下呢 咱们需要另外两个节点 两个Worker啊 那这个Worker呢 我们以两节点来表示啊 同学们 那具体的Worker个数呢 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集群的重叠点啊 来知道啊 那在这里 为了我们表示呢 我就使用两个Worker啊 然后呢 在这里Worker当中呢 需要大家注意啊 我们需要启动另外一个角色 叫Executer Exec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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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需要启动一个Executer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两个节点之间呢 彼此时间都是有关联的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基本上是我们当前Spark集群启动之后的一个角色分配 包括我们的Client呢 那个端啊 Client呢 提供当前作业啊 然后包括我们的Master端呢 接收到当前的客户端的一些作业 然后启动Worker Worker下启动Executer 那在这里呢 我们来描述一下当前那个作业流程啊 咱简单描述一下这个作业流程 那首先呢 在这里啊 我们来说一下啊 第一点呢 在这里 我们的客户端啊 启动之后呢 客户端啊 启动之后 会直接运行应用程序 那么我们呢 在Long下呢 其实你我默认提交的时候呢 是在Master节点上 对吧 那我们这个Master节点呢 也可以看出是一个客户端提交方式 那我们用的命令呢 是Spark-Submit 正应性提交 对吧 然后呢 这里我们呢 这个客户端启动呢 会直接运行到当前那个应用程序 然后呢 这里他呢 启动Java就是咱们后面那个Java啊 是用Java呢 这个相关工作 然后呢 这里这个Java的相关工作呢 会有两个词 一个叫DAGschedule呢 和谁呢 和当前的BlockManagerMaster 那个ManagerMaster啊 那这个呢 就是咱们当前客户端 所主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启动当前我们的Java啊 然后呢 这里启动应用程序 然后Java呢 会执行相关工作 也就是走当前DAGschedule了 和当前的BlockManagerMaster啊 然后起完这个之后呢 进来呢 最主要的第二步 就是当前我们的Client的客户端 咱们那个客户端啊 客户端 会向Master呢 进行注册 注册啊 注册完成之后呢 Master呢 在那里 Master Master呢 还会让Worker呢 Worker啊 那么Worker启动Executer 啊 我们当前呢 Master会让Worker启动Executer啊 启动完Executer之后呢 这里Worker呢 会做一件事 Worker呢 会创建 一个Executer的Render 现成 那么在这里呢 先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Executer呢 在Jar当中呢 其实是创建现成词的一种方式 所以在里啊 其实我们这个位置 启动ExecuterWorker当中 启动Executer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 其实我们起了一个现场 在这个现成当中呢 这个ExecuterRender呢 会启动一个ExecuterBand的一个进程 来跑当前的东西啊 那随之呢 那当前我们的ExecuterRender 会启动一个当前ExecuterBand的进程啊 那启动当前那个ExecuterBand进程干什么呢 那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往下说 第四点 那启动Executer进程之后呢 它会启动 后啊 记得启动后 会向Jarer呢 记得啊 会向咱们的Jarer端 进行啊 这个ScheduleBand的注册 然后注册 然后注册完成之后呢 Jarer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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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会解析 这里啊 解析 并生成 啊 解析并 生成啊 相应的 那个Stage 啊 解析并生成相应的Stage Stage 然后呢 这里 每个Stage 包含 Task 那每个Stage呢 都会包含一个Task 那么这里通过Task Scheduler 那分配给Exceler进行执行 然后 当我们这些都分析完之后 也就是说 所有的Stage 作业啊 都完成后 那么我们的作业就进行 结束了 那么当前 我们当前在哪里呢 在我们当前 啊 我们的这个 Lineux下 跑的这一句话 也就是当前 要把这句话给大家张过来啊 跑的这一句话 那么在这里呢 主要呢 就完成了上述这些任务啊 同学们主要就完成了上述这些任务 那么这些呢 就是当前 我们启动的Spark的一个运行模式 包括启动当前的 Gyre端的Master端进行注册 然后启动当前 DAG Scheduler 包括Block Manager Master 然后呢 咱里 客户端会注册Master之后呢 Master会让当前Worker呢 启动当前 Escuder 启动当前Escuder 启动Escuder之后呢 这Escuder呢 会反向向Gyre进行注册 然后拿到当前 DAG Scheduler 画的当前的 Task作业 然后通过Task Scheduler呢 将作业呢 分开给当前Escuder Escuder呢 会当前对作业进行一个跑 跑完之后呢 我们Scheduler Scheduler 都执行完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最终执行结果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当前一个 Spark的一个 运行的一个方式 那OK 那我们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